历史世界频道 江户时代 1603年-1867年 又称德川时代 是指日本历史中在江户幕府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时期 从庆长8年2月12 1603年3月24日 德川家康被委任为真一大将军在江户 现在的东京 开设幕府时开始 到庆英3年10月14 1867年11月15日 大政奉还后结束 为其264年 在江户幕府时期 真一大将军是实际上政权的控制者 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号称日本国大军 日本天皇朝廷 不过是被幕府架空 甚至被监控的象征性元首 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 时间由1603年创立到1867年大政奉骸 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 封城秀吉死后 德川家康在官员之战中获得胜利 被认为真一大将军 于大阪之战灭了封城市 幕府借由靖中并公家诸法度 与武家诸法度驾驭朝廷和大明 各大明 诸侯 因参秦交替制度 被要求定期往返江户与其领国 历经岛员之乱并完成锁国政策 只进行少部分在长崎与荷兰满清交易 为之一口通商 政治安定 经济也跟着发展 在德川刚级时代 景气良好 江户时代中叶 幕府财政陷入困境 德川集中实行享保改革 财政暂时恢复 却又再度恶化 此后天保改革等企图改善 但却未解决根本 幕府末年被欧美各国逼迫开国 经由裴里 美国海军将领 来航 签下日美神奈川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使得日本结束锁国政策 同时尊王攘夷的思想日渐强盛 版本龙马与反幕府组织积极提倡 因此最终德川庆喜先后 把政权与领地交还给当时的日本天皇 及明治天皇 在德川日本 全体居民都被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四个阶层 武士 农民 手工业者和商人 在德川时期之前 这些阶层之间曾经有过一些流动 但是 德川将军为了维护他们的势力和特权 限制了这些流动 特别是 他们试图保护武士阶层 使得农民阶层不可能成为武士 1586年 丰臣秀吉颁布法令 农民必须在他们的土地上耕作 1587年 他颁布只有武士才可以佩戴常见 之后 这一条成了武士阶层的定义 德川家康时 积极与安南 吕宋等地进行贸易 与中国和葡萄牙商人竞争 他确立持有猪硬撞者才能准与贸易的猪硬传制度 据说丰臣秀吉时代就有猪硬撞 德川时代加以延续 撞上会附上详细的航行目的地 以及幕府批准的准确日期 右上角则盖有将军的红色观印 日本西南的外样大名与有势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加光下令锁国之前 航行着猪硬船往来东南亚 台湾 马尼拉之间 自封城秀吉年代开始 日本政府已经发掘西班牙及教会往往会带来的威胁 为免日本被殖民 防止西方思想传入以保障国内政治稳定及意图垄断对外贸易 于1624年与西班牙绝交 亦禁止船只往来日本及菲律宾 1633年正式颁布锁国令 不准已出国之日本人回国 并于1638年岛园之乱后 在1639年搬行最后一次锁国令 禁止与葡萄牙贸易 今后只容许贺兰人及中国人在长期出岛进行贸易 对朝鲜贸易则集中在对马岛的对马府中翻 对虾仪人及西伯利亚民族的毛皮贸易则集中在北海道的松前翻 令萨摩番在江户时代后期也和琉球进行走私活动 至于其他国家则一律拒绝和他们来往 在地方上一些人根据儒学水护学等理论 认为幕府把持朝鲜没有根据形成盗墓思想 美国叩关以后 幕府威信下降 人们对幕府的不满也在加深 尊王攘一思想在一些地方上成为潮流 最初盗墓派思想保守 但在与西方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 例如1863年的萨英战争 萨摩番与英国之间发生战争 1864年的下关战争 长洲番与英美法和四国联军之间发生战争 后攘一想法逐渐改变 据有盗墓思想的藩士们长洲 屠左 萨摩等藩 1866年开始结成军事联盟 并尝试与天皇接触 主张盗墓 1867年新继位的明治天皇像 盗墓派送去了许可盗墓的密照 后来幕府将军得川庆喜为了转移矛盾 在版本龙马居间斡旋下 提出大政奉还上奏文 表明将政权归还给天皇 但仍拒绝交出兵权于领地 并计划利用天皇纲重新掌政 与盗墓派接对政务运作不熟悉之时 派遣加成进入政府 及协助知名掌控政治 盗墓派对于这样的结果很不甘心 但由于武力盗墓的震荡性锐减 因此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后来政府内盗墓派与德川派的斗争 见趋白热化 1868年1月3日 明治天皇颁布王正复古大号令 宣布废除墓府 并命令德川庆喜 此官纳德将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 当道墓派得知的川庆喜决定从大阪 京大阪出兵进攻时 玄机派出以萨摩藩 长洲藩成员为主力的军队 在京都附近的鸟羽 福建两地展开激烈战斗 经过三天的交战 以寡急重的新政府 在新式军队与京梁武器的助威下 取得重大胜利 并决定成胜追击 派遣东征军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据点 江户 道墓派组成了新的政府 揭示基本施政方针的五条玉士文 则于同年4月6日公布 新政府军 就墓军双方决战江户之前 幕府代表圣海州与新政府代表西乡龙盛达成协议 以国家为众 一致对外 1868年5月3日 江户五血开成 幕府至此正式瓦解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 并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